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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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查仁波切也表示对师父的到来感到相当高兴 也感谢海涛师父长期以来对所有嘎举寺院的护持 以及对不分教派的寺院给予必要的协助 我想各位直接能够听到代表佛陀夜功德阿难的视线 我们家查仁波切这些说法 这个法就是精髓既定会 如果会用的话 你马上就开悟了一样 持戒断除重烦恼 透过定更会 我们讲的直观 可以断除维系的 烦恼 所以我刚刚听到 任伯切一讲 我想说请我们任伯切 直接给我们传五戒 对不对 或是菩提心戒 可能各位都受过了 但是我们得到 善知识的加持 我们就可以恢复一百分的戒体 将我们又进一步 做各种的定根会的修行 这样希望我们能够圆满 断除生命最主要的任务 那叫断除烦恼 随缘自在 如果我们能够如此 就像你身上的 癌细胞都没有了 这些痛苦轮回的因都没有了 这是佛教的基本 那这样的基本 然后呢 我们进一步来学习 慈心悲心 菩提心 所以 但我想最重要是能够 清见到 如佛菩萨代表的善知识 那这样我们就会生起一个 非常大的信心 加持力这个很重要 对不起 我出了一个题目 师父刚才有求 其实墨基是传个戒 那墨基说 五戒的话 大家都可能有收过 所以说他传个归 归戒跟那个菩提心 是有两种怨菩提心跟行菩提心 他传一个怨菩提心的口传 也给说一个戒 今天 因缘殊胜 海淘法师代表团员向仁波切求法 因此在仁波切为在场信众 口传行菩提心戒 与愿菩提心戒 大众跟着仁波切 一字一句地 用藏文授戒 一试见而殊胜 正中 我们再来传个戒 重慕 恐慌 第一名 我们再来传名 我们再来传逐 人波切更为大众简要看事 烦恼分为粗与细 用念死无常 实戒如不杀生等等 将粗的烦恼断除 并用空性的智慧 来去除掉细的烦恼 断除粗的烦恼容易 细的却困难 因为很多人分辨不出 它是一个烦恼 所以无论是西藏的传承 或其他宗派的传承 利用修奢摩他与皮婆奢纳 来生出定语会 来去除很细的烦恼 我们得到传承 并依教奉行 在修行后 不仅他人能发现其不同之处 自己也能慢慢感觉到 粗的烦恼没有了 好 各位大家很有福报 今天受了一个菩提心戒 远菩提心 这是佛教最殊胜的 特别有上知识给我们加持 那我也从台湾带了一尊 莲花生大寺 要来供养仁波切 还有带了一万美金 供养仁波切 因为他们做仁波切 要负整个寺庙的责任 我们能做的有限 那各位等一下供养完 如果你们要供养 也可以 好不好 好 那我先供养 对他的码 behand acknowledge 让你看看 水灌的边ides 注意缓给我们can you 随后 High桃师傅带大众 供养仁波切一万美金 并供养大吉祥寺所有的僧众 尼众五百卢弊 并进行慈悲焉供诗诗 回向给印度习经当地有情众生 也将所作功德 在仁波切的加持下 回向无边有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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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参观寺院后 海涛师傅和团员们 与尊贵的家茶人波切 一起享用晚摘 最后仁波切送海涛师傅 一幅阿弥陀佛堂卡 祈愿师傅长久住世 红法犹如阿弥陀佛一样 无量光无量寿 并且送所有团员们 小堂卡 法照和甘露丸 大众法喜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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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曾说 行菩萨道 就是随时随地 帮助众生 服务众生 而每日的弘法行程 从浙山到大头 从南到北 从台上到台下 师傅都给我们最好的研教 也做了最好的神教 国师家查人波切介绍 在第十七世纪间 第五世家查人波切 有一位弟子 名叫拉尊南开静媚 他同时也是宁玛传承的实名者 在接受了第五世家查人波切的 家池及指示以后 长途跋涉 来到了席京 后来在该地落吉 成为了第一世的席京国王 也就是第一世的邱家人波切 因此席京居民与家查人波切之间 因这善缘力 彼此间存在着 吉祥殊胜的三昧爷业院 隔了一世纪之后 第四任的席京国王 潜心地 齐寝第十二世大宝法王 能应运同意 在席京境内建立 嘎举寺院 当时的大宝法王 嘎玛巴 在西藏楚布寺 主持法会时 以加持过的蜜 向着席京方向 遥遥其念而洒出 传说中 当时洒出的名利 有一些奇迹寺地 落在拉浪这个地方 众人便以此地 作为建立拉浪寺的福地 西津被视为藏传佛教 特别殊胜的一块圣地 而当今仍保有 许多古老的 嘎举主要寺院 其中的三座主要 嘎玛嘎举寺院 拉浪寺 波东寺 隆德寺 承受第十二世大宝法王所加持 同时坐落在拉浪这块圣地 于1988年所建的大吉祥寺 及国师加查人波切的 助席寺院 众所皆知 历史上加查人波切 为嘎玛巴之摄政 加查此一名号 意味着 代理嘎玛巴守护教法者 或执意为摄政国师 实为历代大宝法王 嘎玛巴生与意志化生 于不同时期 与嘎玛巴转世互为师徒 以确立嘎玛嘎举传承 如黄金珠曼般 一直传续下去 而不间断 尊贵的国师加查人波切 被证实为菩萨 和大成就者的化现 人波切也被认定为 佛陀的侍者 阿难尊者的化身 是迎请文臣公主至西藏 松赞干部的宰相大臣 陆东赞的化身 第七世 嘎玛巴静观认证 人波切是连师心子 也就是连师佛母 耶洗错家的兄弟 卡迁八级望求的转世 第七世 嘎玛巴静一步指示 人波切是阿底侠尊者最重要的弟子 仲敦巴加瓦窘内的转世 第八世 嘎玛巴再认证人波切 为密勒日巴的心子 惹琼巴的转世 人波切历次化现身者 立意无数众生 夹茶人波切是钢苍嘎举 与四大法子之一 夹是指法皇嘎玛巴 茶是代表摄政的意思 咱们上看 咱们上带来的际云 自己 viable 祂尊者最重要的一切 不顾价尊者正在背后 虽然放不顾价人生活 全力不顾价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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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4年 第一世家察人婆切 帕九敦珠出生 转世成为第六世 嘎玛巴通华敦殿的弟子 他知道弟子帕九敦珠 将会是下一世 嘎玛巴的主要上师 便送他到西藏各地 向许多不同的成就者 广学佛法 培养他成为当时 最博学的行者 14岁时 他博学多文 变才无碍 名文西藏全域 第六世 嘎玛巴策封于 贵宫名号 15世纪正统年间 明音中封 帕九敦珠 头衔名号 为灌顶大国师 并赐予一枚金印 与一顶 深蓝色金刚宝怪 以示尊敬 当时的帕九敦珠 并不希望 外界误认为 他与自己的上师 黑宝怪持有者 噶玛巴地位相当 便将名音中所赐的这顶宝怪 装藏密封在一尊金刚种持的佛像中 到了1452年 当时的第六世 噶玛巴 知道自己将不久认识 便开始闭关 并将金刚十法教 传给了国师 哈九敦珠 第六世 噶玛巴在原籍前 留下一封 转世信函 信中记载 并任命第一世 家察人伯切 为噶玛巴的 摄政代理者 负责继续守护和主持处伍寺 后来 第一世家察人伯切 认证了第七世 噶玛巴的转世 确诈家措 穷其余生 第一世家察人伯切 都留在第七世 噶玛巴的身边 尽心地 将珍贵的灌顶 口传和发酵 受予他的上师 第七世 噶玛巴 在第一世 家察人伯切 原籍后 第七世 大宝法王 确诈家措 随后找到 并证了转世后的 第二世 家察人伯切 扎西南家 转世后的 家察人伯切 同样抵肩负者 并扮演 与前一世 相同重要的角色 在第七世 大宝法王 即将 原籍前 正式地 册封 扎西南家 成为 大宝法王 之设政 宣告大众 应是 家察人伯切 等同于 第七世 大宝法王 本身 相同 崇高的地位 从那之后 开始 其转世的 美式 均贯称为 家察八 或是 家察人伯切 的名号 事实上 在当时 认证 第八世 大宝法王 期间 当时 藏地 曾出现 许多的 纷争及障碍 而 家察人伯切 扎西南家 认证出 第八世的 大宝法王 鞠躬圣位 转世记载 历代 家察人伯切 都是伟大的 嘎举传承行者 德行人满 广布 佛行事业 并且 任伯切 对他的上师 嘎玛巴 具有非常深的 前进心 尊者 曾向 家察人伯切 问道 你从哪里来 任伯切 总是以 禅定的目光 回答说 我从 尊圣法王 嘎玛巴 那儿来的 这让尊者 非常高兴 说道 家察巴 是个真正的 余切式 直至今日 嘎玛巴 和家察巴 不间断转世 互为上师与弟子 不间断传承 延续所有 嘎举 黄金 珠脉 珍贵的 贯点 口传 和 发酵 家察人伯切 的宝冠 是经由 莲师 所预言 收集的 由尊圣 嘎玛巴 及无数的 吉祥道文 空行母 及 护法 所加持 根据 第七世 嘎玛巴 的圣观 莲师 勤献 告诉 嘎玛巴 应供养 家察巴 一项代表 慈悲 立生 事业之宝观 这将是 佛陀教法 广传之 吉祥元气 代表了 家察人伯切 崇高的 正物特质 持续地利益 有情终身 宝观 宝观的形状 与大宝法王 嘎玛巴 之黑色金刚宝观一样 亦是慈悲功德和成就 精神上如同富与子 敌外相成 无二无别 至于颜色和所相宝石 越有不同 是显示为了弘法立生 在善巧方便上的不同 但见到这两种宝观 所获得之解脱利益 和加持 则是一样的 代表着大宝法王 嘎玛巴化身实现 广传佛形事业 以利益 有情终身 升纵仇 石从三指 故托人步谐 女海 地蚕照 变成 八千 川 精神 fisher 心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 扶持救护养护流浪狗 华博账号5001-6766 5001-6766 护明 台湾救狗协会 新逢阿弥陀佛圣诞 地藏菩萨功德日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高雄生命书方举办 传授八观灾界 即恭送阿弥陀经 日期12月25日星期六 上午8点开始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下午2点 于且宴口法会 恭请慧泰法师祖法 地点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 大兴路175号 恰许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法会备有消灾超建 欢迎提早填写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慈悲智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岁末感恩法会 神州忠明 前南护法仪轨 即恭送 妙法莲华经四药品 恭请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赞护法师 共同领众 日期1月18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什么是出地的菩萨呢? 出地的菩萨 他不再有执着 内心不再恐怖 也不升起颠倒 不会打妄想 他不担忧生活 也不惧怕死亡 不会对人产生怨恨 也不会对人毁谤 进入了出地的菩萨 他等于升到了诸佛的家中 他以助人为本分 以布施为快乐 能少龙佛种 也能同法度化众生 内心与菩提相应 欢喜踊跃 所以叫做欢喜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